手上有1000張卡 給新手去玩 怎麼做呢? 首先你把裡面找到生物 哪些是生物 例如這些是生物 你把它按照那個Course來排列 找一隻顏色就可以了 不用用兩隻色 這些是4個 這個1 1,2,3,4 接著就5以上 不用你設定那些 哪些都可以放在一起 例如1至2個Course 那你隨便拿6張 我這兩張只有兩張 這個隨便拿4張 你拿4張 那你3個Course那些 可能你也是拿4張 找回4張 選擇一些叫做 這類 它的目標是你自己的生物 它可以保護它 或者增大它 有攻擊力 那你這裏選5、6張 但都要同色 我最想要 要同色 那選了OK 5、6張 另外呢 選擇一些其他卡 又是 它是 用來 目標是對手的生命 那又是選6、7張 那 例如這些 你會發覺它是用來 放在對手的生命那裏 會令到它沒得攻擊 沒得擋 或者這些 直接消滅 這些字眼的東西 那你將它 又是選5、6張 那之後它還有些位置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有36張 那還有些位置 你可以選一些你覺得OK的卡 例如你覺得這樣 可以抽一張卡 加一加零記號 那就放進去 那盡量就是有20多張生物 那12至16張其他卡